中国女排18岁新星倪菲凡,出生在排球世家,姑姑是前国手。 北京时间1月25日,在国内最大的排球论坛,新一届中国女排国家队集训名单中的唯一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新人民非凡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她身后的背景也成为球迷们关注的话题。 实际上,这一次的集训名单中,只有倪菲凡一人是首次入选国家成年队,很多球迷误以为的杜青青实际早在2017年就曾入选过。 即将迎来18岁生日的倪菲凡,是本次入选集训的所有队员中年龄最小的,私职自由人的她或许是为了下下届奥运会准备的,但能够在如此小的年纪就获得主教练郎平的青睐,也可以看出她的实力和天赋。 大家较为熟悉的是倪菲凡的父亲,前国角倪乃兴,江苏足球名宿,曾短暂入选过国家队。 实际上,倪菲凡是真正出自体育世家,她的姑姑沈兰就是女排运动员,还曾入选过国家队。 而水澜的丈夫是前中国男排主教练邹志华的儿子。 说起邹志华,老一代球迷可能会较为熟悉,她和老女排的功勋名帅袁伟民是同窗好友,袁伟民在女排国家队当主教练时,邹志华正在男排国家队担任主教练主家名的助手,而那个时期也是中国男排最辉煌的时代之一。 后来,邹志华在担任中国男排主帅期间,提拔了王宝权,于教民等国手,而这两位后来都曾经担任过中国女排的主教练。 在这样一个排球世家,也难怪倪菲凡能成长得如今迅速。 从小就展现了非常高的天赋的她,在首次代表江苏女排打全国联赛时就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并入选了女排国家队集训名单。